各位早上先和大家看看本地澳洲股市 在中国上个星期宣布大规模刺激措施 以重振疲弱的经济之后 铁矿石和其他大宗商品金属价格上升 撑起了本地股市近几个交易日的反弹 在昨天铁矿石价格大幅上升 推动了澳洲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标普澳交所200指数是收8269点升57点 即是0.7% 创下新纪录 而标普澳交所普通股指数就收8538点升61点 升幅是0.73% 科技股就收3473点升幅是0.84% 11个板块内有8个上升 其中能源和材料板块上升最多 分别上升了2.61%和1.76% 总统紧张局势加剧推高油价 Woodside Energy升了3.45% Sentons升了2.63% Beach Energy上升了3.4% 在昨天新加坡交易所的铁矿石其货 飙升了8.2% 达到每吨110美元 帮助了本地股市矿产板块指数再升1.8% 有分析表示虽然9月传统上是股市最疲远的月份 但从未见过好像昨天这么大规模的一日波动 指一切和中国有关的市都在运作起来 接着看其他市场方面 港股和中国内地股市升势持续 成交同样创新高 港股成交突破5000亿港元 恒指就创近20个月的收市新高 恒新指数最多升近860点 高建21488点 收市部21133点 升501点 升幅是2.4% 连升5天 科技指数收报4751点 升幅是6.7% 创超过20个月以来的高位 多赤蓝筹股组段就创52周高位 证券内房股做好 消费股大多向好 医药公用内银股向下 部分香港本地地产股逆市下跌 总结9月 恒指累计升幅超过17% 创近两年以来的最大单元升幅 第三季升超过19% 是超过15年以来的表现最好的一季 首三季升大约24% 科指9月和第三季都升33%以上 首三季升超过26% 有分析认为港股技术走势配合 第四季开局又望持续向好 中国内地股市在国庆长假期之前显著做好 互心两市成交近2.6万亿元人民币创新高 上证指数突破3300点关口 创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 美股收报3336点升248点升幅大约8.1%年升9个交易日 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版指数亦5年升 深圳成指收报10529点升大约10.7% 创业版指数就收报2175点升15.4% 三项指数第三季分别升超过12%、19%和超过29% 最后看看美股 美股三大指数一度下挫 不过收市转跌为升 道指和标指更创收市新高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2,330点升17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8,189点升69点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5,762点升24点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暗示不急于发速减息 令市场下调未来大幅减息的憧憬 本周有大量美国经济数据发布 包括可能决定美联储在11月 是否会再次大幅减息的就业报告 其他数据包括职位空缺和私人招聘的数据 以及ISM制造业和服务业调查等等